好吃到起飞的18道家常菜简直绝了 第一道 大家好 今天分享家庭版的香酥小油条 各个空心 酥脆好吃 家庭版一看就会 碗中准备300克的面粉 3克盐增加面的筋性 5克的油条蓬松粉搅拌均匀 打入一颗鸡蛋 140克左右的清水 调成絮状 加入20克食用油 记住千万不要揉面 像我这样揣面 放在案板上反复揣面3到4次 记住是折叠按压揣面 揣制面表面光滑细腻 卷起来 用保鲜膜包起来 饧面半小时以上 饧好的面不用揉 放在撒干粉的面板上撑长 擀成筷子那么厚的长条 饼皮改造成两指宽的小窄条 每隔一条打上水线 然后两条落起来 用筷子按压水线的部分 一刀分成两半 两头捏好封口 防止炸的时候漏开 油温200度 下锅炸 炸至飘起 用筷子不断地翻动 炸至金黄熟透 捞出控油 外酥离软 各个空心 各个起泡 家庭版小油条制作完成 第二道 大家好 这是我今天用玉米面做的小花卷 粗凉细做 好看营养又好吃 碗中准备100克的玉米面 用开水烫面 编到边搅拌 量至温热 打入一颗鸡蛋 30克白糖 3克酵母粉 搅拌均匀 250克左右的面粉 调成面絮 干的话加少量清水 和成光滑的面团 不用醒面 直接擀成长条薄一点的饼皮 表面刷油 撒上干面粉 从一边向另一边轻轻地卷起来 改刀成菱形 小块小的面积立起来 用筷子压一下 把两边捏合 全部做好 摆入蒸锅 饧发至两倍大 水开即时 蒸15分钟 关火焖5分 中又好看 营养又好吃 第三道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蔬菜的小馒头 一口一个 家里宝宝超级喜欢 蓬松轩软 细腻光滑 做法详细又简单 水开后下入菠菜 超烫一分钟 放入榨汁机中 加入少量的清水 榨成汁 取出180克的菠菜汁 加入少许的小苏打 搅拌均匀 防止变色 30克白糖 3克酵母粉 搅拌均匀融化 350克的面粉 调成絮状 稍微多揉一会 揉成细腻光滑的面团 不用醒面 搓成细长条 改刀成小的面团 摆入冷水的锅中 饧发至两倍大 水开继续蒸15分钟 关火焖5分钟 又好看又好吃 蔬菜馒头制作完成 喜欢点赞收藏是做吧 第四道 大家好 人人都爱吃的驴打滚 做法原来这么简单 新手小白 一看就会 软糯筋到不粘牙 碗中准备300克的糯米粉 30克白糖 30克食用油 适量的清水 调成无颗粒 稀一点的面糊 倒入刷油的平底模具中 再用保鲜膜密封好 冷水放入锅中 水开继续蒸30分钟 蒸熟拿出量至温热 用铲子翻拌均匀 量至不烫手时 像我这样 用手撑拉30下至50下 口感会更好更劲道 整理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案板上撒上熟的黄豆粉 糯米面团直接擀成一个硬壁厚的大饼皮 豆沙线用水稀释一下 均匀地铺在饼皮上 撒上一层黄豆粉 像我这样卷起来 整理成长条 用棉线像我这样改刀成小段 用刀切的话 容易变形 切好后再撒入一层黄豆粉 口感会更好 筋道软糯不粘牙 驴打滚制作完成 喜欢收藏是做吧 第五道 老人常说一哥胜酒鸡 我每个礼拜都会给老婆炖一次鸽子汤 结婚20年的小脸还是红扑扑的 炖汤的鸽子一定不要焯水 只需要放油锅里边炒出里面的水分 这样不仅味道好 营养还不流失 控油放入砂锅中 加葱姜去腥增腥 炖汤我都是用这个养肚菌汤包 炖出来的汤真的很鲜 精洗后放入砂锅中 然后一次性加满开水 扣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调味只需要放点盐 撒上葱花和枸杞即可 这样炖出来的鸽子汤营养丰富 汤鲜味美 姐妹们一定要安排起来 晚上经常睡不着 白天起不来的 这个汤一定要安排起来 切好的猪心千万不要焯水 只要加一勺盐 葱姜一勺面粉 像我这样抓拌均匀 加入清水清洗干净 这是没有腥味 营养还不流失的关键 再倒入砂锅中 加几块排骨更鲜美 放生姜煲汤 我都是用这个 羊肚菌汤包 洗净后放入砂锅中 搭配几颗红枣 一次性加满开水 扣盖中小火炖40分钟 最后加盐葱花和枸杞 这样做的猪心汤 营养美味 学会你也快给家 人们做起来 第七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夏天容易出汗 一定要给家人多喝这个汤 做法简单 汤鲜味美 去皮的丝瓜切成滚刀块 放入大碗中 加少许盐 适量清水 这是丝瓜翠绿发黑的关键 锅中油热 放入四个笨鸡蛋 用小火煎制两面金黄 切成大小块备用 锅底油放入丝瓜 中小火把丝瓜炒至断生 然后放入鸡蛋下 加入99度滚烫的开水 有条件的放点瘦肉片 放入几张腐皮 这种都是裁剪好的 调味指甲盐和鸡精 出锅前撒点葱花和枸杞 这样鲜美好喝的 丝瓜腐皮鸡蛋汤 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快点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是无效片段 第八道 万万没想到 把香蕉放锅里炸一炸 出锅瞬间变成孩子爱吃的 脆皮香蕉 首先把香蕉去皮 切成小段 淋入三个鸡蛋液面包糠 刚裹好蛋液的香蕉 均匀地裹上两层面包糠 裹成这样就可以 六成油温 下锅炸一遍 一分钟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脆皮香蕉 外酥里糯 你也赶快收藏 做起来吧 第九道 暑假孩子想吃炸鸡腿了 不用去外面买了 自己在家就能做 外酥里嫩 首先鸡腿中间划一刀 用刀背敲打八十八下 方便入味 加葱姜 盐 胡椒粉 一勺生抽蚝油 抓拌均匀 腌制入味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炸鸡裹粉 这才是酥脆的关键 先裹炸鸡裹粉 再裹鸡蛋液 再裹一遍炸鸡裹粉 用手按压抖出鳞片 六五成油温下锅炸 炸十二分钟左右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开吃了 学会了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第十道 炸小酥肉有人说放面粉 有人说放淀粉 其实都不对 下次你就像我这样做 酥酥脆脆 放凉了也不回软 买回来的梅花肉切成长条 放入碗中 打入一个公鸡蛋 盐胡椒粉 切好的姜末 葱花猫油 小酥肉酥脆的关键 就是放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放入少量 清水抓拌均匀 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五到六分钟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炸的小酥肉 你要是学会了 饭桌上又多了一道拿手菜 第十一道 南瓜饼很多人在家里 老是做不好 那是因为你方法都搞错了 今天这个做法 比煮泡面还简单 先把南瓜削皮后 切成小块 蒸锅上去开大火蒸二十分钟 蒸出来的水倒出来不要丢 再用叉子把南瓜压成南瓜泥 白糖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 再加入适量的糯米粉 直到揉成这样光滑柔软的面团 再揪一块下来 搓成圆饼状 两大包先沾一遍清水 再均匀地裹上一层面包糠 裹成这样就行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两面金黄鼓起来 就可以出锅了 你也赶紧收藏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十二道 真的没想到 把面条放到锅里煎一煎 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这种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油热放入五花肉 炒出多余油汁 然后放入葱姜蒜 干辣椒 还有切好的豆角和土豆块 翻炒至断生 调味 只需要一袋大厨 调配好的焖饭酱汁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翻炒均匀后 倒入一碗开水 盖盖炖六分钟 然后盛出一碗汤汁备用 然后再把面条放进去 盖盖焖五分钟后 倒入刚才盛出那碗汤汁 再焖五分钟 然后撒点蒜末和葱花 使劲翻拌均匀即可开吃 有菜有肉又有饭 我家孩子都能吃三大碗 第十三道 我是万万也没想到 把娃娃菜放入锅中蒸一下 出锅竟然会这么好吃 这可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厨师 教给我的新吃法 首先把娃娃菜根部切掉 再顺着切成四半 大盆中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清水 用勺子把盐搅拌融化 放入娃娃菜浸泡十分钟 然后冲洗干净 控干水分备用 然后起锅烧水 水开以后放入蒸帘 再把娃娃菜摆在蒸帘上 大火计时蒸至十分钟 娃娃菜这个时候 咱们切点蒜末葱丝和红辣椒丝 切好放入碗中 淋入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勺这种白灼汁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搅拌均匀备用 娃娃菜蒸好以后 取出摆入盘中 淋上调好的料汁 即可上桌 开吃娃娃菜 以后您就像我这样做 清脆爽口 好吃零脂肪 关键是营养还不流失 喜欢赶紧收藏 也回家试试吧 第十四道 这个锅包土豆片做法呀 你一定要仔细观看视频 首先把土豆切成0.5公分的厚片 切好一定要用清水把表面的淀粉洗净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大碗中加入两勺土豆淀粉 加入适量清水 调成酸奶状的面糊 土豆片控干水分 加入一把面粉拌匀 让每一片土豆都均匀地裹上面粉 然后放入面糊中 再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 然后一片一片下入六成热的油中 全程大火进行榨制 炸至外表金黄酥脆捞出 锅留少许底油 倒入半瓶这种专门做锅包土豆片 锅包肉的锅包汁 汤汁熬至粘稠以后 倒入炸好的土豆片 撒上葱丝 胡萝卜丝 香菜段 快速翻炒 举云光火出锅装盘即可 锅包土豆片 你就像我这样做 外酥里糯 酸甜可口 放凉了吃都不回软 喜欢赶紧收藏 也回家试试吧 第十五道 在我们东北 一到冬天 白菜炖粉条 就是最受欢迎的家常菜 很多人在家里做 都是直接下锅炖 那就是大错特错难 怪做出来没有饭店的好吃 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 首先把粉条放入盆中 加入没过粉条的温水 泡发二十分钟 然后把白菜切成小块 再切五毛钱的五花肉 再准备一块嫩豆腐 切成厚片 起锅烧油 油热下入五花肉片 炒出多余的油脂 然后加入葱姜蒜 干辣椒段 小火炒香 然后放入白菜块 大火翻炒 炒干多余的水汽 然后加入一包大会菜料 家里的其他调料 都不需要放了 简单翻炒两下 加入适量开水 放入豆腐片和提前泡发好的粉条 烫开以后转小火炖五分钟 最后撒上一把蒜苗 关火出锅即可开吃 白菜炖粉条 在家里您就像我这样做 好吃下饭 暖心又暖胃 喜欢赶紧收藏也回家试试吧 太香了 第十六道 红烧鸡翅在家里怎样做 才能像饭店的一样好吃呢 首先把鸡翅洗净 两面切上三刀 这样更容易入味 然后凉水下锅 加入一勺料酒 水开以后煮一分钟 把里面的血沫煮出来 然后捞出 放在案板上 用厨房纸巾把表面的水分吸干 然后起锅烧油 依次摆入鸡翅 小火慢煎 煎至一面金黄 翻过来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至金黄以后 加入一袋红烧王调味酱 然后加入没过鸡翅的开水 加入大块葱姜汤 开小火烧至二十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关火出锅装盘即可 红烧鸡翅在家里 您就像我这样做 软烂入味 酱香浓郁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喜欢赶紧收藏 也回家做起来吧 第十七道 这个菜炒肉 你肯定没吃过 我也是第一次吃 没想到会这么好吃下饭 首先咱们把五花肉 先切成片 再切成小丁 切之前先把五花肉冷冻一下 这样更容易切 切好装盘备用 做家常菜 离不开蒜末和姜末 咱们再切点姜末和蒜末 喜欢吃辣的 再切点小米椒 全部切好以后 起锅烧油 油热下入五花肉 小火煸炒 炒出五花肉的油脂 五花肉炒出油脂以后 烹入一勺生抽酱油 把五花肉炒上颜色 下入蒜末 浇末小米椒 继续小火炒香 然后放入一袋外婆菜 其他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云炒入味以后 撒上一把香葱花 关火出锅装盘即可 五花肉包裹着外婆菜的香味 外婆菜融合五花肉的油脂 无论是拌米饭还是拌面条 都非常的香 喜欢赶紧收藏起来 也回家试试吧 非常好吃 第十八道 这个菠菜是很普通的食材 营养丰富 常吃可以提高免疫力 清淡爽口 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 首先盆中加入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把盐搅拌融化 放入收拾好的菠菜 浸泡五分钟 盐有杀菌的作用 这样菠菜缝隙中的虫卵 自己就会乖乖地跑出来 然后再清洗两遍 捞出控干水分 起锅烧水 加入一勺食用盐 少许食用油 水开以后放入菠菜焯烫 七七四十二秒 菠菜变率捞出控水 整齐地摆入盘中 然后多切点蒜末 放入小碗中 再切点葱丝和红辣椒丝 也放入小碗中 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调味只需要加入一勺 酒店厨师都在用的白灼汁 搅拌均匀以后 淋在菠菜上面即可 菠菜以后您就像我这样做 清淡爽口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特别的健康 喜欢赶紧收藏回家试试吧 非常好吃 雨水 雨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